同有求典 扮你流行真菜的技術 今天邀请给他市长安美国的贵宾 这会参考见证 两种老子 也说出了逢有求典 理工丹两个月 其实最前逢风影响的概念 突然行划中合 不断融化逢风软的体的精神 而其他心灵当事王崇旭 可以继续创业行划中合 为教育带来经济精彩 那在这里呢 未来又有更多的文化财 那我人文再加上科技 我想王崇旭王董事长 他是最有名 就是他的一个科技 在嘉义的一个立足在台湾 立足在嘉义 然后他就面对全世界的 一个这样的教育的机构 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 我相信他给这个学校 带来更大的改变 你刚才说到风雨教掌的夹用以外 现状竟是新骨当事910年内 新年当事由王崇旭接下 市长美国感谢当事王崇旭 看到教育的重要 这些本学都足够有 今天非常感动 我们来到了新华中学 其实新华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 也是在嘉义市 很认真努力的 一所好的优质的学校 这一所中学呢 我想在最近 他们遇到了危机 那这些危机当中 董事会用心说明 也得到新董事会的支持 那新董事 新董事会他们在思考 非常周旋的思考之后呢 也就在最后决定再投入 那就是新的董事长 王崇旭 王董事长 我们非常感谢他 用着真的满满教育的热忱 也为这个地方 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人才 那然后进入到董事会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契机跟转机 所以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 稍纸化之下教育本来就相当辛苦 但是没有困难是不能被克服的 以我个人在国际 在教育科技 在整个亚洲的这个数位学习 我相信学校未来一定跟过去 或者跟其他学校会有不同的地方 不管是视野的国际化 教学的科技化 那么我都能做到 当然我觉得我更重要是要求品德教育 在品德教育前提 大家品德顾得好 对待人接务能够福利他 能够帮助他能够创好 那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 他们其他的事情求学的 或者是跟国际接轨的 或者跟产业接轨的就交给我来 我相信我有把握 映华中博表示 因为教育会的冲机 和学校收到材负影响 比教育部来为专案保障学校 你学校当时会知道消息之后 由新人当时王重旭 丢比资金益主 帮助教育将富座清零 也提供全家的校务 英文准备金 让教育的财务的状况 完全得到改善 你现在学校 业重的财务状况 提供教育部 改度专案保障学校的新闻 先想到面前去彩虹 不得